美国总统川普12日对中美贸易谈判和边境休强 都表达出了一丝无奈和郁闷的语气 川普说如果中美接近达成贸易协议 他会考虑延长美中贸易战3月1日的休兵期限 当天在回答记者是否会在3月底前会晤习近平的提问时 川普回答现在还无法决定 川普随即补充说他期望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与习近平会面 关于3月1日贸易战休兵大线 川普指出若双方接近达成协议 他可能展颜一段时间但他并不倾向这么做 他还表示中方非常希望达成协议 美国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团队正在北京谈判 是否能达成协议只能等着看 川普说我希望这是一个真正的交易 不只是个仅能在一年内看起来还不错的交易 我们有机会与中国达成真正的交易 过去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谈判地位 一直都是跛脚压 今后不是了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星期二抵达北京 与中国开始高级别的贸易谈判 今年1月底结束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 据报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美方当时发表的声明说 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川普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说 两国达成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变 川普再次声称 美国每月都从中国那里收到几十亿几十亿美元 对这种状况他可以接受 他说中国从前一毛钱也没给过我们 总是反过来 现在他为了进入美国并诚实利用我国的特权 每个月都在支付几十亿美元 中美双方将于14日举行新一轮高层贸易磋商 莱特希泽几天前表示 如果双方未能在本月取得进展 他会告诉川普总统 无法在3月1日前完成谈判 这意味着中方将无法避免3月2日被美方加关税的命运 内政方面 川普12日表示他不满意国会两党关于修墙预算的原则协议 但也没有表态是否支持或反对这份协议 11日晚为避免部分联邦政府16日再度停摆 国会两党议员达成包括13亿7500万元边境筑墙经费的预算原则协议 其中共和党协商代表就边界筑墙经费让步 民主党则对拘留中心逮捕无证移民的床位数量让步 川普对这个预算并不满意 他表示将在此预算基础上增补 以实现在美墨边境修墙 川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 我不能说我很高兴 这份协议没有解决问题 然而川普表示他将签署一项法案 其中包括斥资13.75亿美元 在边境修建88公里长的新围栏 这大约是他所要求的57亿建墙经费的四分之一 此举将避免政府在上月结束创记录的35天 关闭三周后再次部分关门 大约四分之一政府部门的经费 将在周五午夜再次耗尽 其中包括负责边境巡逻的国土安全局 川普说我不认为你会看到政府关门 我不认为这会发生 我们不想看到政府关门 他暗示他正在寻找其他政府资金 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 扩大边境墙的建设 这一策略可能会招致反对党民主党的法律挑战 川普说我们正在修建很多墙 一直正在修缮或兴建的边境屏障 川普表示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 他正在审议两党议员小组星期一晚间达成的协议 议员面敲定的这项协议还将增加用于边境口岸安检的技术升级 增加海关人员和人道主义援助 该协议达成的同时 川普在德克萨斯州爱尔帕索的边境举行政治集会 呼吁修建边境墙 他说我们可能有些好消息 但是谁知道呢 我们需要边境墙必须修建 我们希望尽快修建 如果国会批准两党议员达成的这个协议 且川普将其签署成为法案 那么政府在此关门的直接威胁将被消除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里奥格兰河谷将建造新的屏障 之前川普要求的修墙预算是57亿美元 尽管川普表露不满 但也说他不认为政府会再度关门 他说就算有也是民主党人的错 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有利美国的事 白宫官员目前考虑的一个选项 包括接受妥协预算案给的筑墙经费 再通过行政手段引入额外的数十亿元经费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